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的结构 这里的话,它是一笔书画 它把这个书画分成两段 分成两笔,上面的一个书画,下面一个书画 然后这个横折钩,这是横折钩,变成一个横勾 然后左边的书画也特别短 这样其实是比较好写的 你如果把这个左边写书画拉长 然后这横折钩写长 然后这个书画从上面带下来形成一笔的话 这难度就会增加很多 所以欧阳群他把这个字改成这样的话 是对于我们在书写那种难易度 所以变容易很多 再来这个,右边先写这笔 由轻到重 这笔稍微高一点,盾的比较重一点点 稍微带点曲式 再来这个书画 在这个书画的偏左一点点 有重到轻 点画稍微低一点点,这个撇点稍高 再来这里 稍微有点往外伸的那种感觉 再来横勾 横勾大概落在这个 撇点的下方就好了 再来书画对到上面的短数 这笔也不用太长 再来一个左点 轻一点点,这个右点稍微再高一点点 然后这个撇画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很短 撇画刀很短,还是横画更短 就是一个左肩横的形式 再来撇画 靠左一点点 再这个钠 压低 然后这个钠角重一点点 但是钠角又没有很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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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